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他的水下酒店还要低90厘米 从远处看 整座酒店的设计并无特别之处 水下客房是利用两根系在海底的毛锁固定 让建筑主体不至于被波浪冲走 造成可能到处漂流的情况 这间套房一共有三层 包括天台和灯屋甲板 其中甲板上有一个休息室和一个浴室 而水面下则是有一间水下卧室 水下卧室四周都是由玻璃窗打造的 在海水和鱼群的包围下 会让人觉得超级浪漫 当水下卧室周围的聚光灯开启的时候 常常会有很多海底的小鱼 爬到卧室周围 像是要和人一起互动呢 这样特别的地方 客房费用当然不会低的 如果单人入住的话 每晚是900美元 如果是双人入住 每晚是1500美元 即使价格这么贵 也经常有人订不到房 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样特别的酒店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去体验一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 请不吝点赞评论